哈喽朋友们 我来了啊 再次好久好久不见呀 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呢 我开始逐渐恢复健康快乐生活了 今天这一期就给大家前前总结一下最近的快乐 后面我慢慢会逐渐恢复日更频率啊 最熟悉的早餐环节就拿出来我最近常见的搭配来代表吧 两片菜叶两个间的还要被拿铁 最近对我健身最大尊重的可能就是早餐了 其他几餐不能说不尊重 但偶尔呢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 上周除了周末两天 我满满练了五天啊 每天早上准时打卡 但是记得拍的视频就三天 可以说这一周下来浑身没有一个地方是不疼的 从上半身到脚趾头全部都练到位的感觉 那除了力量训练 肯定还有有氧 五天我们打了两次羽毛球当做有氧 有天刚好赶上国际学校办活动 一首rap版的飘向北方我就跟着合唱起来了 那除了这几天这些规律的事情之外呢 看这些装备我在休假这一天去漂流了 终于不是露营了啊 夏天来了37度的天气 漂流是最适合户外游玩的运动了 那离邯郸最近的漂流是邢呆峡谷漂流 开车不到一半小时走的高速来回不到一百块钱 这边呢是18号开漂我们19号就来了 提现一天在网上买票呢 要比现场买便宜50块钱 大概是110左右 但是啊一个ID只能买两张 到这儿换票拿救生衣和头盔 水枪和盆子水漂什么都是可以自己带的 我们就不太一样了 我们没有水漂但是我没有飞盘 其实要是自己没有的话 这边一路很多都有卖的 就连漂的路两边也会有卖的 一个是没有带可以买 还有一个是玩坏了随时可以补给 就我们这次一起结盟的大哥 可以说到一个地方买一个 数都数不清一共坏了多少个 那这边漂流一个船要坐四到六个人 如果人不够可以自己拼 他们呢也会帮你拼 这次来玩漂流 大概是第一次和自己朋友一起出来 开始我们害怕都不认识 不好意思泼别人放不开什么的 但其实漂起来之后呢 你们根本就不用担心了 但凡一个船上有一个艺人 那大家就会陷入混战局面 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的盟友 一船五个大哥不打不相识啊 泼着泼着下一个站点我们就是一会儿了 全程八公里三个小时的过程 我们玩了接近四个小时吧 可想而知玩的真的很开心 就是到后半程累的 我整个人躺在了船上 我全程也没有下船 光打水枪呲或者被打 但最后累的不行 这里漂的点呢也不少 还有一个好几个弯的那种人差点飞出去 其他呢就是大家互相泼比较有意思了 那除了初一晚呢 我最近还吃了一次烤肉 其实单顿烤肉没有什么好记录的 但是烤肉配的烧酒 是比较想和大家分享的 这家烤肉店刚好那种超大号的杯子 两个人一人一瓶烧酒 一瓶外星人 里面加上冰块和柠檬一对 你们去试试啊 我个人觉得轻提的YYDS 那好了 今天我也就分享到这儿了 咱们还是下次再见哦 拜拜 我这个也挺好喝的